欢迎收看快勤看房 我是小龙 今天难得来带大家看一个公寓的物件 这个公寓是一个蛮有名的系列 叫狮王公寓 我们来看的这一个 它分为一栋和二栋 我们要看的则是二栋的一个房间 可以看到地图上写着一番管和二番管 这条路呢则是通向二号洞的 让我们顺便来看一下一号管的大厅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狮子 狮王公寓嘛 必须要放一个狮子 这栋建于1990年 距今也有32年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保持的还是蛮好的 一号管和二号管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从这条路上来呢则可以直接到达二号管 可以看到上面有个连接桥 从这个楼梯呢到电梯的部分有很长的一段路 所以说我就给大家加速过去 腿脚好的可以走这个楼梯 如果对自己没有自信的话可以走旁边这个电梯上来 毕竟是一栋建了32年的建筑物 我们可以从一些很细节的方面可以看出来它还是有点旧的 这边进来后呢就是放油箱啊和管理人的房间 有两台电梯还是很方便的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打开后呢则是一个普通的玄关 房子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三十一厅 所以说在这边就跟大家随便聊些其他的 大家可以随着我的镜头看一下各个部分 这个房子的呢 每年的固定资产税大概在七万日元左右 管理费和修缮费加起来大概在一万三日元左右 位置呢在于大阪府的大阪斜山市 从这边到大阪市的市中心呢 大概开车四十五分钟到五十分钟左右 可能是呢在日本生活了太久的原因 觉得对这个距离来说觉得没什么 可能大概就是从宝山到学会区的距离 按照上海来讲的话 厨房的这里可以看到客厅 客厅和和室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不习惯这个和室的话 可以把它们打通直接作为客厅来使用 阳台是朝东 东边呢没有遮挡 有一个池子 然后可以看到远方的山 我们可以看到绿花非常的好 还有下边排列的很整齐的一户建 这里则是一个多勒梦的房间 我们下楼后呢 可以看到这边是丢垃圾的地方和一些停车场 这边因为位置原因呢 大家都是开车生活的 所以说停车场的数量非常的多 地上及地下都有 这边呢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池子 这个停车场呢 一个车位是一个月一万日元 我把资料放在最后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